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迎接中国春节 美国发售中国农历猪年吉利前 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 无锡几所小学举办会学周 都有哪些好玩的呢 河南九岁男童 爬上六十米高压线塔 电力消防紧急救援 身边的安全不容忽视 新闻代代库 大家一起聊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 同学们有没有听到海浪的声音 那是因为现在杜月姐姐正在海边 马上就要到农历猪年了 同学们是不是很盼望着过年呢 为了迎接中国的春节 美国发售了中国生肖 猪年纪念币吉利前 纪念币为特别编号8888 开头的一美元面值纸币 包装贺卡选用了代表 中国节传统喜庆的红色 卡片除了有金猪和卡通猪图案外 还有亥猪纳福 恭喜发财的中文贺词 据介绍 猪年吉利前的发行量 限定为10万8888套 售价为5.95美元 美国财政部造币和印钞局局长 奥利亚尔希望 生效纪念币 能让美国和世界 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从2000年起 美国造币和印钞局 每年推出限量版发售的中国生效吉利前 这个系列的产品已经累计销售约200万套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日本关东地区举行了跨年灯展 准备迎接新年 日本关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灯光展 神奈川县跨年彩灯展最近隆重登场 灯展的规模从最初的100万个发光二极管 到如今已经突破了600万个 灯展利用乐园的起伏地形 在深夜的森林中 营造出具有梦幻色彩的斑斓世界 韩国仁川港七号码头 最近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户外壁画 壁画高48米 周长525米 面积相当于四个足球场 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幅巨型壁画设计的 就像一部百科全书 展现了少年的成长与四季变化 它由22位专业壁画家共同完成 花费了近100天的时间 用掉了86万5000升油漆 最近法国巴黎大展览馆化身大型室内冰场对外开放 吸引了众多滑冰爱好者前来体验 人们在尽享滑冰快乐的同时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展览馆的建筑之美 据场馆设计师介绍 整个冰场是由3000平方米的冰面组成 中间矗立着一座高7米的北极熊冰雕 开放的第一天 一些著名的法国滑冰运动员还来到现场 为滑冰爱好者提供专业的示范 如果告诉同学们上学不用带书包 你觉得开心吗 前不久无锡市连缘街小学 塔营小学等四所小学 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会学周 也就是不用带书包 那么这一周不用带书包 同学们感觉怎么样呢 无锡市连缘街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 化身为小堂宝融入昆虫的世界 去关注体验昆虫的生活 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 这就是同学们期待已久的会学周 在一周的时间中 大家不仅要玩出热闹 更要玩出内涵 三年级用中队走秀的方式 走进飞移惠山泥人 广义中心小学的孩子们 还走进了泥人博物馆 展示72遍捏泥人 四年级认识了各种形态的水 了解了不同水体的奥秘 五年级则展开一场纸的神奇之旅 从节省济世到精美的剪纸 各种创意服饰作品也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六年级同学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体验了一次三天两晚的军事体验活动 接受人生的犀利 最深远的是他一种学习方式的改变 他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的得来 不是老师告诉我 不是科他上知道 但是我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 获取很多的知识 我觉得我们从惠泥州活动中 就是我们体会到的学习 并不是枯燥的 并不是乏味的 我觉得学习是快乐的 可以劳逸结合 让学习更轻松一点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细致 不能有马虎 他让我们知道了很多课外的知识 很期待学校再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 玩是孩子的天性 他们能在玩中收获快乐和满足 那么尽情地玩科学地玩 应该是孩子成长中应有的过程 但是玩的时候也不能太过火 前不久 河南南阳一位9岁男童和家长赌气 爬上了60米高的高压线塔 情况十分危急 12月6号下午 河南省南阳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 一名9岁的男孩被困高压线塔 下午16点35分 消防部门和当地电力部门到达现场展开救援 救援人员介绍 这名男孩当时站在高压线塔高架上 还不时走动 如果接触到输电线路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保证男童的安全 电力部门决定对线塔顶端的两条500千伏超高压线路 实施紧急停电 并将这两条高压线路供电负荷全部转移至其他高压输电线上 以保证附近居民的正常用电 因为他妈妈告诉我说 小孩比较喜欢吃棒棒糖 兜里就备了两颗棒棒糖 上去以后我发现小孩情况也比较稳定了 当时把糖递过以后也比较听话 就跟着救援帮他把吊带穿上 一步一步就跟着慢慢把它弄下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男童最终被顺利带下高塔 目前男童身体状况良好 已无大碍 我国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攀登干塔 或在干塔上架设电力线 通信线 广播线 依据情节轻重 公安机关可对违法人员 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居留并罚款 由于男童尚未成年 消防员对他的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提醒家长认真旅行监护义务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美国入境限制令规定 野门等七国公民不得进入美国 移民家庭面临生离死别 英国掀起智能服饰开发热潮 衣服和手袋可以当智能显示屏使用 黑龙江新凯湖全面风洞 冰牌层叠 景致壮观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入境限制令 根据限制令从去年10月开始 包括野门在内的七个国家公民不得进入美国 这一限制令让一些移民家庭骨肉分离 身在美国加州的美国籍男孩阿普杜拉 如今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但她的妈妈沙依玛是野门籍 因入境限制令与她和她的美国籍父亲相隔万里 为此爸爸阿里恳请美国政府网开一面 解除限制令让母子俩见上最后一面 据阿里介绍儿子阿普杜拉在野门出生 几个月前因身患重病前往美国医治 但阿里从未料想这一别尽可能是生离死别 目前阿里和家人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申请 恳求尽早让阿普杜拉母子团聚 有最新消息称阿普杜拉的母亲目前已获得去美国的签证 随着科技的发展 可穿戴技术正在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服饰当中 那么智能服饰除了可以监测人体的各个身体指标之外 还能干些什么呢 智能纺织技术源自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在服装面料中植入心率传感器或者各种生理监测设备 此外这种面料还可以用于智能家庭 例如开发可以散热和变色的窗帘等 还有一些公司则希望能让服装成为一个交流平台 比如这些衣服和手带可以被当作智能显示屏使用 并通过手机应用进行控制 进入12月 新疆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500多只越东的大天鹅 那么其中有一只和湿地的管护员有着很深的交情 同学们要问了 这大天鹅长相看着都差不多 怎么偏偏它被认出来了呢 在新疆马纳斯湿地公园 500多只大天鹅正集聚在一起栖息觅食 在它们中间 一只颈部佩戴1T11号环制的天鹅格外掩人瞩目 这只天鹅羽毛洁白身体健壮 是一只成年天鹅 这并不是它第一次被人们拍摄到 在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都在马纳斯留有影响记录 2011年夏天 国际鸟类研究员在蒙古国西部 为101只天鹅带上了1T系列环制 通过环制可获得大天鹅迁徙 分布以及生存环境的基本信息 为保护大天鹅提供科学依据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候鸟迁徙 三条线上的重要补给站 今年来越冬的天鹅数量 以往年同期增加了将近一倍 天气越来越冷了 虽然我们在南方穿的还比较单薄 但是北方很多地方气温已经达到零下了 比如说在黑龙江的星凯湖 冰面已经全部风洞 并且出现了冰牌层叠的景象 星凯湖风洞是一个反复渐进的过程 它的冰期很长 一般12月开始风洞 15天内湖面全部冻结 2月底到3月初冰层厚达0.9米 现在整个湖面被厚厚的冰覆盖 晶莹透彻 由于风力的作用 成片的冰块形成了碎冰 在光的照射下隐隐发蓝 也形成了新凯湖著名的冰牌景观